探討一個地區或者國家的戰亂,對小朋友成長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戰亂對小朋友的成長有很深遠和很多方面的影響。 這些影響不只是短期內影響到他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 還會長期影響到他們的發展和將來的生活。 以下是戰亂對小朋友成長的幾個主要方面的影響, 身體健康、營養不良,打仗會令到糧食短缺。 小朋友營養不夠,成長會受到嚴重影響, 很容易會患上一些營養不良的病。 醫療資源不足,戰亂的地方通常醫療系統崩潰。 小朋友無得拿基本的醫療護理, 平時好易醫的病都無得即時處理。 受傷和殘疾,戰爭中的爆炸和槍擊 直接會令到小朋友受傷甚至殘疾, 對他們的身體健康造成永久性損害、心理健康。 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親身經歷戰爭的暴力,失去親人或者被迫逃難。 會令到小朋友出現PTSD, 好害怕、經常失眠。 經常想起那些恐怖的畫面。 心理創傷,長時間處於恐懼和不安中。 小朋友很容易出現心理創傷, 影響他們的情感發展和心理健康, 教育和智力發展。 教育中斷,打仗會令到學校關門或者被人炸爛。 小朋友沒有得返學,學業中斷,失去學習的機會。 資源不足, 戰亂的地方沒有足夠的教育資源和老師。 小朋友學習環境很差, 影響到他們的智力發展和將來工作的機會。 社會和行為發展。 家庭結構破裂,打仗會令到很多家庭破碎。 小朋友失去父母或者監護人,變成孤兒或者流離失所。 沒有人照顧,缺乏家庭支持。 暴力行為,長時間在暴力環境中。 小朋友可能會模仿或者學識暴力行為, 影響他們的社會行為和價值觀。 社會孤立,戰亂中的小朋友很多時候要離開家。 沒有地方住,變得很孤單,難以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 長期社會經濟影響。 經濟困難,戰爭會摧毀經濟,令到家庭陷入貧困。 小朋友在貧窮中成長,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未來前景那麼淡,因為教育中斷和心理問題。 戰爭中的小朋友成年後會面對就業和生活的挑戰。 難以實現他們的潛力,應對措施和支持。 緊急人道援助,提供食物、醫療和心理支持。 幫助戰爭中的小朋友渡過難關。 教育重建,重建學校和教育系統。 確保小朋友可以繼續讀書。 心理治療,提供心理支持和治療。 幫助小朋友克服戰爭帶來的心理創傷。 家庭重建和社會支持。 支持家庭重建,提供社會支持網絡。 幫助小朋友恢復正常生活。 長期發展項目,通過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項目。 改善戰亂地區的生活條件。 為小朋友創造更好的未來。 總括來說,戰亂對小朋友成長的影響是很深遠和多方面。 只有通過綜合性的應對措施。 才可以幫助這些小朋友恢復正常生活。 發揮他們的潛力。 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和創傷後遺症有什麼分別? 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定義PTSD是一種因為經歷了很嚴重的創傷性事件。 好視戰爭、暴力攻擊、意外事故等引起的持久性心理健康問題。 這些事件可能對人造成很大的壓力和恐懼。 超出一般人的應對能力並且導致持續的心理創傷。 症狀PTSD主要症狀包括 經常重複回想創傷事件。 被開與創傷有關的東西。 情緒麻木或者過度興奮、睡眠問題等等。 這些症狀可能會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 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 診斷標準。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搜冊 DSM-5。 診斷PTSD需要符合特定的診斷標準。 包括經歷過致命的或者極度威脅的事件。 以及症狀持續超過一個月。 創傷後遺症。 定義,創傷後遺症指的是創傷事件之後。 個人身體或者心理上留下的持久性或者長期的影響。 這些後遺症可以是身體的。 好視慢性疼痛或者身體損傷。 亦可以是心理的。好視恐懼、焦慮或者抑鬱等。 症狀。 創傷後遺症的具體症狀因人而異。 通常包括生理和心理層面的長期後果。 好視。 身體創傷後遺症可能包括神經痛、 運動障礙或者慢性疼痛。 心理創傷後遺症可能包括情緒不穩。 社交隔離或者工作能力下降等。 廣泛性和PTSD不同。 創傷後遺症範圍更加廣泛。 不只是限於特定的心理粉形。 還包括身體上的持久影響。 總結,PTSD 是一種特定的心理疾病。 主要是與過去經歷的嚴重創傷事件有關。 通常包括反覆性的心理創傷和避免行為。 創傷後遺症就更加廣泛。 可以包括身體和心理上的各種長期影響。 並且不限於特定的心理粉應模式。 這兩種狀態都需要適當的心理和醫療支持。 幫助患者應對過去創傷帶來的影響。 促進他們的康福和改善生活質素。 好了,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請免費訂閱。 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 打筒 介紹 στο